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没有觉得自己将来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演员 或者就是跟哪一个演员 就是你们喜欢的哪一个明星之类的走那样的路线 有没有 中国的 我想像那个 邓超 我喜欢邓超 走一个斗鼻路线路 邓超是男神吗 谁说邓超是斗鼻 邓超是男神 他有一个男神的潜质 他跟他是一样的 我想发展成邓超这样 技能力演那种非常严肃的 什么都能来 没有演不了 他想拍电影 然后想合作的 我以前我也特别喜欢邓超 我是从他那个 我小时候我记得我没事 没事闲的时候 我会在他躺着看电视 那时候从他拍那个 你是我兄弟的时候 我看你这些哥们 有意思 喜欢 邓超是我的男神 黄虎 嗯 实力真 超哥真的是 超哥很给力了 超哥很给力了真的 一开始是那个 520那天 超哥发了一天微博 说什么那个 呃 你喜欢谁 反正超哥是说帮大家做表白的那么一个东西 一开始我没看到 但是 有很多粉丝在里面帮我表白嘛 什么 然后我想 哎呦 我想其实 应该表白一下嘛 然后我想 在超哥的评论下面 我留了一条 我就at了一下超哥 但是万万没想到 超哥 竟然回复我了 超哥 呃 发了一个微博 at了我 当时看到我也是真的是 我配了个表情嘛 可以 很激动啊 因为这个感觉 突然距离近了好多啊 我这个很喜欢的人 他竟然 啊真的看到了我 我对他说的东西 对吧 也真的看到了 我也看到了他的回复 当时就是很激动很激动 所以我也理解了你们的心情 真的 真的是 很开心 让我开心了好几天 然后后来 我就回了这一条 因为我看 超哥 他们 跑男四名牌嘛 我觉得柔树是一个特别 适合四名牌的 呃 周杰伦老师 其实我 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嗯 非常配合的 无论是从音乐上面 还是他们的 这个人格 性格上面 我就是非常 认识的学习 其实我本人没有见过他 我没有见过他本人 但是我有一张他的退签 真的吗 啊我也有退签啊 是也是朋友 拖一个朋友 然后过生日 过生日的时候 带给我 退一个我 然后生日快乐 可能他本人都不记得 放在哪里 放在那个家里 拿回上海 不愧是卫生间吧 当然不是了 去年你还说 非常想跟周杰伦 对对对 然后今年就达成了这个愿望 是啊 我觉得真的是 真的吗 嗯 因为当时他们就是 我们经纪人嘛 告诉我有这么一个机会 然后能够演唱这个 周杰伦 我们老师作曲的这个歌曲 然后我说真的假的 嗯哼 唱呗干嘛不唱啊 嗯 所以就挺荣幸的 嗯 然后也是达成自己的一个目标 嗯 能够去演唱周杰伦老师作曲的歌 嗯 这次的合作就是 过程顺吗 就是两个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交流啊 或者说 其实他太忙嘛 他在忙他的这个 地表最强演唱会 我昨天也去看了 嗯嗯嗯 我看到你有发微博 对对对 我很激动的 嗯 啊 进来了进来了 明星的粉丝啊 明星的粉丝啊 周杰伦啊 对啊 邓超啊 是什么原因 是成为了他的粉丝呢 就是喜欢吧 没什么原因 嗯 对 有没有因为就是追星做过什么疯狂的 还是可以分享 好像 好像 好像没做过什么疯狂的事 印象里好像没有 嗯 那可以现场表演一下就是 呃 就是 就是周董的歌吗 或者 不好 哈哈 哈哈 没有什么经常 吃鞋了刚才不想唱 哈哈哈 嗯 那 就是 周董为您就是成为艺人 然后带来过什么精神上的 嗯 嗯 鼓舞嘛 没有我很多很多这种 呃 有一些公开的演出机会啊 我都会唱他的歌 一个是比较熟 然后又很喜欢 也是一种 像小时候的一种一种一种情节吧 对 那有什么想对他本人说的话 嗯 嗯 有空认识一下 哈哈哈 然后我现在是谁 嗯 周董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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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